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有农田嘛 对不对 有开发 但是你认为那有开发的空间吗 你看乌日好了 看到嘉义好了 那边是有开发吗 第一个啦 如果我要的话应该是到罗东啦 为什么呢 因为苏澳如果干脆要的话 因为苏澳已经岔开了 比较不算了 所以我们应该讲最南端应该是罗东才对啦 所以呢 当开始那时候坐在宜兰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里面有猫腻啊 坦白说啦 为什么在宜兰 在中间而已啊 他是坐了一半而已嘛 那如果是宪政中心是其实是还好啦 那当然现在是宪政中心跟罗东中心 罗东这两个的妥协 我是觉得有点为德不足啦 当然我又觉得说这里就牵到三角形啦 一个就是说郑国会这个地方 交通部长 然后跟我们的立委 他的立委这个地方 好 OK 然后接着就是苏政昌跟这个郑伟 他是打开那些人啦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县长这个部分 三角关系啦 那现在有点弄不下去了啦 我是觉得应该是在这个目前为止 如果真的要的话 我是建议说应该直接就开到罗东 比较方便 因为罗东其实人口跟宜兰是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两两半而已啦 OK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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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